来看看那些惊艳影史的绿色裙子 1939年 一部乱石家人上映 我们看到了费文丽的爵士容颜 影片里 她那一身非常惊艳又贵气的天鹅绒绿裙 其实是用家里的窗帘做的 果然长得好看的人 踢个窗帘都好看 到了1955年 西西公主三部曲上映 施奈德带领全球影迷 进入十九世纪 新落和可风格时代 影片里 西西公主穿的每一套裙子 都美得无可挑剔 而我最喜欢的 是这一身天鹅绒的蓬蓬裙 华丽的质感 修身的剪裁 趁得西西公主更加妇如宁雪 等到了1964年 这一年的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 颁给了埃及艳后 埃及艳后 以惊人气魄重现了古罗马时代 一段波涛状况的历史 其拍摄过程可谓奢华至极 而服饰也在其中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套简单的绿色裙子 在一众华丽的服饰里 凭借着简约淡雅的气质出圈 让影迷们记住了埃及艳后的美丽 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的 《惊情400年》 是1992年上映的影片 讲述了一段吸血鬼的旷世绝恋 在影片里 吸血鬼的布拉伯爵 在400年后 第一次见到自杀转世的妻子 就深深吸引住了 而在影片外 吸引影迷的 除了女主角 那惊为天人的颜值 还有那一身 非常有设计感的绿色长裙 时间来到2007年 这一年赎罪提名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 这部凄美的爱情电影 把第一美学发挥到了极致 但如果女主角这条绿色的裙子 丑一点 观众肯定不会那么一难听 就是因为这条裙子 太过于好看 赎罪才让人念念不忘 时间线来到2008年 这一年 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上演 这部华丽的史诗影片 讲述了一个影响历史的爱情故事 和家庭悲剧 里面的宫廷服饰 也是一大看点 尤其是女衣穿着的这条绿色裙子 是吸引亨利巴士目光的裙子 也是电影里非常亮眼的一道风景 2012年的凯撒奖最佳服装设计 颁给了再见我的皇后 影片里这一袭绿色长裙 非常精致典雅 胸前点缀的两朵立体花朵 加上裙身坠满的金色瓷绣 让整条裙子华丽又富 它是推动故事进展非常重要的道具 也是将主角们衬透的高贵又美丽的武器 那么这七条惊艳影史的绿色裙子 你更喜欢哪一条呢 感谢观看